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黑和大白开着车去了陨石掉落的地方 这陨石的力量真不像 直接把地下80英尺的洞穴给砸没了 大黑和大白进去一段观察陨石 黑黑的陨石还冒着热气 用锄头一砸竟然还有不明液体流出来 大白采集了一点作为实验标本 回到实验室后在显微镜的帮助下 他发现液体里面的微生物分裂速度极快 而且还能净化成许多细胞生物 豆哥因为过于伤心 在消防考核的时候 一不留神从二楼掉了下去 还好主角的光环笼罩着他 大白和大黑纳着自己的学生 又来到了那个洞穴 没想到一个晚上 洞穴里竟然长出了一大片的白蘑菇 大白用手一扒拉全是虫子 这种虫子来自于外太空 观察一段时间后 他们发现虫子的分裂速度简直惊人 没过几天 大白和大黑又来到事发现场 结果发现现场已经被美国军方给控制住了 军方负责任兔兔哥 一看到大白就激动了 哎嘛这不是我原来的同事吗 大白之所以对陨石的事情这么上心 就只想要咸鱼翻身 重新回到五角大楼 还先起居后 兔头哥就把他俩给赶走了 再次见面时也不会想到 既然是在法庭上 原来大白和大黑想要参与对外星生物的研究 但是兔头哥死活不答应 还说原来大白在做实验的时候出现过重大失误 所以坚决不能让他参与研究 大黑就听得一头懵啊 原来大白以前在五角大楼工作的时候 把不成熟的碳群疫苗注射到了14万士兵的身上 疫苗导致士兵们整天跑度拉系 输了官司的两人回到自己的研究室 打开门就发现 他们的研究资料啥的都不见了 门锁也被人敲坏了 电影的镜头一转 走哥正在举办私人派对 好朋友老王在湖边等待着自己的情人 突然不知道从哪冒出了一个变异的怪兽 把他给拖下了水 在兜个几个人的围捕下 怪兽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挂掉了 他们把死期的怪兽送到了大白的实验室 五毒有偶 一群大妈在聚会的时候 也发现了类似的外星生物 还包了紧 在大妈家附近 他们发现了许多已经死去的外星生物 因为无法适应可以出生的空气 一个母怪兽 用尽最后的力气 剩下了一只小怪兽 小怪兽已经是升级进化版本的 所以空气啥的难不倒塌 周长激激茫茫着的兔头哥 商量解决怪兽的办法 说着说着 一只怪兽就冒了出来 还好豆哥眼疾瘦快 开了一下 兔头哥准备用火烧了他们 但是不就没想到 火只会让他们越找越大 大白知道 洗发水可以杀死怪兽 所以他们用了一消防车的洗发水 解决了所有的怪兽 还给地球一片安妮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